當家人在聊天講笑話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想說 他們在講什麼 我會說我聽不懂 講到差點累撒會場 Podcast頻道阿浪有話想說 平時就在頻道上分享 自己學習足語的單字及過程 這次受邀到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舉辦的足語沙龍 也談到學習足語的動機 以及如何透過新媒體傳遞足語知識 此外活動也邀請到歌手五思愛 他則拿近期發表的足語專輯 交流 創作 學習經驗 原語會因應事件母語日 舉辦原住民足語沙龍 共分為足語創作及新媒體兩大主題分享 有的從事圖文創作 有的則是社群媒體 擅長湧入不同世代的族人 由其近年大型場合的族語同步口譯 以及族語認證命題人員等 都將面臨人才短缺 摩奧期盼透過不同方式促進族語學習 除了完備族語人才 同時傳承重要的語言文化 女士新聞阿斯池佳榮 臺北市採訪報導 指甲 背景 桃 oral 問題 遅